青龙落到地上 尝出了一口气 他被阻截下来 此刻却反而并不急于逃跑了 只只微微皱着眉头 向着那少年望了几眼 刚才那天空妖雾 可是传说中的偷窃 那少年眉眼一抬 嘴角却露出一丝笑容 哼 显不到你倒有几分眼光 不错 正是饕天 随着少年的话语 这一次响起的怪声 却是清晰低沉 从少年身后发出 片刻之后 一个猙獰之极的怪头 从少年身后出来 缓缓叹了出来 说不清楚这个怪头 究竟像什么动物 但粗弱同龄一般大小的四只眼睛 上下两对分裂脸侧 六只锋利獠牙 从大口中漏在外头 并有口弦从上不断滴下 灰黑色的皮肤上满是一粒粒粗艳的疙瘩 也只人间传说最凶恶的鬼魂 只怕也没有这只怪兽如此猙獰恐怖 青龙倒吸一口凉气 饕天的脖子似乎十分的长 那只怪头从少年身后伸出许多 转了过来 居然绕到了少年身前 尖头地方 而那少年在这般凶异怪兽身前 面上的神策却从容自说 青龙镇定心神 缓缓说道 想不到这世上 竟然还有这种凶手的存在 那少年笑了笑 伸出手去 竟然摸了摸滔铁的脑袋 那滔铁看似凶恶无比 但在少年手掌之下 却只是低声声音 还用头脑去层少年的手 若不是长相太过凶恶 几乎就像一只小狗一般 那少年看了一眼青龙 刚才那个女子是你同伴吧 她明知滔铁引在半空 却故意让你作儿 将滔铁引起来 然后自己逃走 你此刻的心中 一定十分恼怒吧 青龙的心中暗自戒备 但口中却笑着 被她摆了一刀 乃是我自己无能 怪不得别人 既然如此 你就死吧 声音未落 也不见她有什么动作 但一直在青龙背后 虎视眈眈的白骨夭折 突然像得到命令一样 举口猛张 一口咬了下来 青龙一身凝神戒备 虽然白骨夭蛇突然发难 但她却并不招慌 不退反进 直接就冲响白骨夭蛇 倒把那白骨夭蛇吓了一跳 就趁着那夭蛇一震神间 青龙已经冲到夭蛇身下 身子闪动 躲开了愤怒夭蛇喷下的毒气 脚一灯 夭蛇白骨 硬生生将夭蛇巨大身躯 往前踹开了三尺 同时借力冲天而起 并且手中清光亮起 在饕铁方向瞬间布下六道光墙 这两寿一人之中 他最忌惮的却还是那个一直没有出手的少年 白骨夭蛇怒吼连连 却已经是追赶不及 眼看青龙就要飞上惊天 得脱陷阱 忽然脚声一紧 冲天而起的身子竟然被一只手抓住 片刻之后 身下低沉笑声传来 那只手上传来一股大力 青龙只觉得体内忽然如热火焚身 身子巨震 竟是身不由己 被这只手甩了出去 半空之中 只见了身子飘荡 伴随着树枝破裂折断的声音 青龙的身子再次被甩进了森林 林中又再次详细无数 妖兽的嘶吼声音 半空中 那少年微微闭眼 仰手望天 有风吹过 吹动他鲜艳的丝绸衣裳 烈烈舞动 远处仿佛也似有猛兽嘶吼 青云山通天风 玉清殿上 青云门自掌门道玄真人以下 各卖手座齐聚殿上 另外 有多位长老也站在手座的身后 少有的站在玉清殿的门口 看他们的模样 竟然像是在等候某人 不论是谁 能够得到青云门这般礼遇 实在已经是天下第一等的人物了 除了青云门的人 李寻也站在下手 安静恭敬地站着 只是眼中 隐隐又激动的神色 目光不时 向另一边看去 在那儿 一身白衣的陆雪旗 正站在面色淡然的水月大师身后 过不多久 远远的 青云山头悠响的中顶之声传来 联响了五声 在座猪人 纷纷向殿外看去 远远的 一个声音传了进来 坟香谷谷主 云一兰云老先生拜山 几乎就在那个声音落下同时 一个火焰一般的身影 出现在了玉清殿的门口 哈哈 道玄师兄在哪里 可想死小弟了 一身红衣 满面笑容的云一兰 大踏步走了进来 身后 跟随着上官侧 吕顺等人 一众焚香谷长老弟子 人数望去 竟有将近 大几十人之多 青云门中的人群 发出一阵细微的惊异声音 但片刻之后 众人的眼光却都集中在了 云一兰的面容之上 这位享于天下正道多年的人物 当年也曾经是 叱咤风云的角色 在场的 年纪稍大一点的 青云门中长老 多半都见过此人 但此刻 众人眼中都有惊恶之意 这个面容依稀相似 却分明只有壮年模样的男子 当真便是那个数十年前 就已经白了须发的 云一兰吗 道玄真人 仔仔细细 打亮了云一兰几眼 他走上前来 含笑说道 云施主 你我多年不见 不料阁下道法 以人大计 竟然已从焚香预测上 领悟了玉阳境界 开焚香谷八百年之仙河 可喜可贺呀 云一兰原本笑容可惧的脸上 表情是突然一僵 片刻之后 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但脸色已经恢复了自然 哈哈哈哈 道玄师兄真是好眼力 佩服 佩服 哪里哪里 该当是我佩服你才对呀 云一兰 以目视之 道玄真人 含笑对望 片刻之后 两人是相望大笑 一旁的李寻 走上前来 跪倒行礼 师父 弟子在这里等候许久了 嗯 起来吧 你在这里待了这几日 可领略了青云山 这份人间仙境的奥妙 青云山果然名不虚传 弟子大开眼界 此外 要多谢道玄师伯和 和小珠峰的陆雪姬陆师妹 带着我领略了这片仙家圣景 青云门的人群中 顿之嗡的一声 一轮开去 在座的 除了长老首座 年轻一代弟子 有许多目光 顿时就向那个冰霜女子望去 陆雪姬的嘴角动了动 但面子漠然 最终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 道玄真人笑了笑 拉住云一兰的手 云谷主有此家土 后即有人哪 来 请上座吧 真人请 两人相识一笑 同步走上 道玄真人和云一兰同坐主位 两侧都是各本门中人 一阵寒暄客套之后 道玄真人笑着 焚香谷乃是天下正道巨派 天下人无不敬仰 云谷主此番竟然大驾光临 实在令青云门 彭壁升辉 云一兰是连连摇头 云一兰是连连摇头 真人太过奖了 太过奖了 说吧 他面子忽然一整 其实 在下这次前来拜山 实在是有两件大事 要将青云门诸位 相求 道玄真人连忙说道 哎呀 云谷主太客气了 有话请说 不瞒诸位 这第一件事 就是一件关系到 这数百年来 天下罕见之大浩劫啊 青云门众人顿时纷纷动众 坐在道玄真人下手的田不易 眉头皱了起来 云谷主此话何解 云一兰叹息了一声 诸位有所不知啊 就在一个月前 本古世代镇守的 南疆十万大山之中 有一个绝世妖魔 已然复生了 道玄真人正了一下 绝世妖魔 不错 正是一个绝世妖魔 诸位远在中土 并不知晓其中底细 但我焚香谷一脉 势在镇守南疆 所以所知甚详 这妖魔自豪兽神 乃远古妖孽 不知其何所来 直至当年为祸世间 吐露生灵无数 坐在田不易身边 风回风的手作 曾书长皱着眉头 难道以云谷主的通天道行 再加上焚香谷上下实力 竟然不能对付这只妖魔吗 诸位见笑啊 非是避谷怕事 不敢担当 实在是在下 深知此事非同小可 绝非焚香谷一家能当 所以才冒昧前来 请真人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 灯高一呼 天下共击之 如此方有取胜的希望 否则大事去矣 世间生灵 不免死伤无数啊 清云门人面面相去 说来也是 本来好好的 焚香谷突然跳出来 说出现一只绝世妖魔 非要全天下修道之人 一起抵挡 才能有希望 那如何让人能接受得了呢 不过 道宣真人毕竟乃是有道之事 他谗言许久 决然地说道 如果事情 果然如云谷主所言 便是天下苍生的一场 前所未见的浩劫 我等修道中人 要一向自诩正道 绝不能置之不理 既然如此 我清云门 就与焚香谷共同携手 抗击此妖魔 稍后我当再发书 给天音寺谱红上阵 请他也来清云山 相商 啊 如此甚好 小弟这才放下一颗心呢 道宣真人笑了笑 哈 云谷主说笑了 对了 不知那第二件大事又是什么 莫非又是一场浩劫吗 云亦兰的眼光一闪 向道宣真人深深看了一眼 非也 这第二件事 却是一场好事了 道宣真人嘴角露出一丝笑忠 云亦兰也是微微一笑 再下此来 所谓第二件事 便是要为弟子李寻 向贵派陆雪奇陆姑娘 求婚的 此言一出 站在水月大师身后的陆雪奇 身子一震 他豁然抬起头来 而清云门中 顿时也如炸开了锅一般 一时化然 这个反应 简直比刚才 听到有绝世妖魔 天大浩劫 还有惊讶的厉害 无数的目光 瞬间望到陆雪奇那惊恶的脸上 片刻之后 又被道宣真人吸引了过去 清云门掌门 道宣真人沉吟片刻 李寻这孩子 我这几日看了 的确是人中龙凤 前途不可限量啊 诶 真人过奖了 不过 我倒的确是打算 将将来谷主一位 传给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 而大敌当前之际 我们有这么一件喜事 更显着我们精诚合作 同时也振奋天下英雄的士气 不知真人 以为如何呢 坐在一旁的田不易 面上不屑 险些一声冷横就横了出来 幸好他的妻子苏如 掩明手快 一把将他拉住 道宣真人目光移动 扫过清云门众人 最后落到陆雪奇的身上 陆雪奇是紧皱眉头 嘴唇微微抖动 似乎想说起什么 但顾及到场合不对 还是没有大声地说出来 道宣真人 微微一笑 转头对云一栏说 云谷主的此番好意 还当真是出人意料啊 在下与小徒是一片赤诚 还望真人成全 天生妖魔 祸在眉睫 不须你我两派并肩协力 才能拯救苍生 而且这桩婚事 郎才女貌 我也十分忠义 清云门中又是一阵哗然 众人都没有想到 道宣真人竟然真的同意了 这件婚事 只听道宣真人转头 对坐在一旁的水月大师 微微一笑 水月师妹 雪奇是你的弟子 该当有你拿主意才是啊 陆雪奇脸色煞白 显然也是被这件事 给震动了心神 这时听到道宣真人的话 他忍不住踏前一步 对水月大师叫了一声 师父 水月大师缓缓抬眼 目光在陆雪奇 那绝世的面容上转了转 似乎想从那容貌中 看出什么一般 眼中的神色复杂难明 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地说道 齐儿 这桩婚事 我也十分赞同 李公子人中龙凤 乃是良配 玉清殿上突然一起安静了下来 包括田不易等人在内 一起都不可置信地望着水月大师 陆雪奇的身子也忽然摇晃了一下 而远处的李巡 此刻早就已经喜惊于色 太好了 太好了 既然两位长辈都同意此事 荀儿 还不快快上前拜谢二位 李巡是连忙跑过来 跪拜下去 今日此番佳话 踏日必定能够流传千古 为天下传颂 且慢 一声轻贺 静在这大殿之上 在这个号称天下正道剧情之一的 云一兰话声中 冷冷响起 打端了云一兰的话 满堂变色 陆雪奇一身白衣若雪 面色苍白 一只手紧紧握着天涯剑鞘 浑浑走了出来 道玄真人脸色微变 向水月大师看去 水月大师 却只看着陆雪奇的身影 忽然低声叹唧一声 闭上眼睛 一副不再理会的模样 道玄真人脸色又是一变 面色浑浑沉了下来 慢慢地站起身子 雪奇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玉清殿上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那个白衣女子 她衣襟无风却轻轻飘动起来 远远看去 连她的身影也隐约若扶平 飘摇不定 单薄而不经风雨 只是她的唇却抿得那么紧 苍白的栽间 奄奄有一样的红巢 那一双开始轻轻发抖的肩膀 第一次令人感觉到无助 呼的 她豁然转过身去 背对着这玉清殿上所有的人 向着那个高大雄伟的殿门之外 向着那片无垠的青天 向着青天之外的远方 向着远方未知的地方 深深凝望 那一眼是怎样的情怀 玉清殿上 有她低沉 却似斩钉截铁 切冰断雪般的声音 我不愿 远方 陌生山头 匍匐在黑汉角落的人影 忽然颤抖了一下 山野间 原本此起彼伏的重鸣声音 突然断绝 那个人影慢慢挣扎着 在阴影中站立起来 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 正正地向远处张望 一只猴子身影 从身边跳了出来 三下两下窜到她肩头 许久之后 黑暗中传出她的声音 小辉 小辉 感谢观看